裝這個冷氣不是只有冷氣 因為其實大部分的學校 他們的電路是老舊的 所以我們桃園在做這個政策 因為我兩年前就提這個案子 我們就開始在做 桃園有做 兩年前 非常的難做 因為它必須要先做電源改善 那電源改善做的時候 其實小朋友在上課 你可能就只能週末或暑假做 一個教室可能就做一個週末 就做一兩間 那有十幾間教室 你整個週末或暑假做 都不一定做得完 所以這個部分也是非常花錢的 而且電改的花費 跟冷氣差不多 因為冷氣機需要的電量比較大 要額外的電 不然會跳電 所以另外要接一些新的電源 或把電路擴張 甚至還要把契約容量增加 所以這些都是背後要先做的 可是目前為止 看到他們邊的預算 我剛剛稍微看了一下 連做這個電源改善 最基本的都不夠 所以這個可能五年都做不完 那請問這個局長在做什麼 他就是在推卸責任 就像我們桃園其實很負責任 像鄭文贊市長在去年 就承諾說三年做好 那三年做好就是包含 一年做電源改善 然後後面兩年從國中慢慢裝到國小 它是要有規劃性 然後要有預算的編列才有可能的 可是高雄現在連電源改善 最基本的他們都沒有去思考到 那其實裝冷氣根本就裝不下去 而且甚至會跳電 甚至會失火 好 所以仁俊回到剛剛兩位來賓的補充 現在變成是不做事 那反正就一句話 反正他當上總統就好了 哇 那這樣子在高雄 不只是市長可以早早去請假 連他局處首長也都滿開心的耶 所以我覺得我寧可認為說 這是單一個教育局長他自己在達詢上面的認知啊 那對跟錯我覺得大家可以去做評斷 但差別在於是 如果高雄其他的局處首長一樣有這個想法呢 遇到現在大家問說高雄市的市政怎麼去推動 為什麼你今年沒有做 為什麼你曾經承諾過了不弄 大家都來回說單一酸調總統我就會做好 那高雄市市政是不是就此停擺了 那有沒有韓國瑜有差嗎 有沒有這些局處首長有差嗎 所以你很少看到這種所謂的達詢 因為他今天在達詢的對話的內容是議員針對高雄市的市政 在質詢高雄市的教育局的局長 教育局的局長居然可以回覆說選總統跟不選總統的議題 我覺得這種教育局長就失格了 你的回答不是在高雄市議會 你應該在你被你在達詢裡面你的法定的職權吧 你怎麼會去跟人家講說 這個是韓市長現在去選了總統選上總統之後 市政就可以再來做 中央就會撥款啊 因為人家質疑他沒有錢耶 這是地方的議會 還是你已經認定說 以後等高韓國瑜當上高總統之後 你有機會做教育部的部長 所以你才有資格來講說 兩年後就可以一定達得到 因為這是你對話 你在達詢的時候你所講的這個內容 那我其實覺得這個對民主來講 是一個很糟的一件事情 高雄市市民他們想知道的是 如果今天像這個剛剛亮亮說的 他確實有過承諾 而且不管你是幾年 這是你而且你還簽了名 這還有白紙黑字的你知道嗎 對 你還可能還沒辦法推說 我有寫下來吧 這如果真的有簽了名 那就問題大了你知道 那所以當在這個狀況之下 那居然去推說 那可以推 那你所有的市政都可以推啦 沒有什麼不能做 你還講到說因為重工業什麼什麼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要引設的是 說那個稅的問題 什麼錢腳哪裡還是怎樣 這我不清楚 但問題我只能這樣講 就是說一個高雄市的市議員 不管他是什麼黨籍 他在市議會裡面執行一個高雄市教育局局長 關於高雄現在的教育政策 跟他的教育環境的時候 居然被回答講說等他選上總統就做得到 那我真的不能理解就是說 韓市府的官員們看到這種回答 是把它做為標準SOP 還是以後大家比照辦理 還是認為這個東西是不恰當的 我也想請教高雄市市長韓國瑜 如果你的局處所長在議會上面 什麼都講說等選上總統再說 那請問現在這個團隊要做什麼 這些團隊都是你選出來的 還是這些團隊已經現在變為你的競選團隊 因為這相對就是在吹票 就是在講說哎呀你別妄想了 你如果要比較頂張就投票韓國瑜 那這有沒有違反行政中立的問題 所以我必須講在議會殿堂 你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或許他覺得他是用很輕鬆的方式在回答 但是這是一個非常錯誤的一個 官員在答詢的時候的一個方法